其實每一次的颱風 我們都是全力在做的 那個山壁完全都沒有路了 整個是被滑掉了 通常要拉繩子 人就靠山壁爬了繩子過去 我們這次調整颱風哪裡很嚴重 這次停電我們也是大概四天半 剛剛五天就全部給它弄起來了 我都不好意思說 你去問一下日本關島 他們每次颱風來要停幾天 他們每次颱風來 停電最少超過兩個禮拜了 其實每一次的颱風 我們都是全力在做的 我們說那個做挖土機不能渡溪 我們通人搶修 通常挖土機做了就過去了 就過河了 因為沒有橋 橋都斷了 那個山壁完全都沒有路了 整個是被滑掉了 通人要拉繩子 人就靠山壁爬的繩子過去 搶修他們經常超過十六個鐘頭 那個通人不是只有加班 等於是每日每夜在做了 應該講說台電在復電 這塊是不計成本在復電 可以用這樣的來形容 坦白講 全世界沒有一個電力公司說不停電 而且台電的停電次數 像在我們東亞國家 我們只比日本差而已 我們台灣早期大概十年前 一年停電的次數 將近兩萬次 一萬八千多次 到的去年 大概升到八千多次 等於說它降的幅度超過 百分之五十以上 停電的時間 會從四分多鐘降到三分多鐘 降了將近百分之二十 降低的幅度都是非常高的 停電的主要原因有包括外力 松鼠 蛇 鳥 有啦 其實最近最多的什麼 大家知道嗎 猕猴 其實這個也代表說 台灣的生態 現在維護得非常好 所以野生動植物 它的比例蠻高的 它占了大概四十二趴 另外一塊 當然就是台電的設備因素 設備包括用戶用電超窄 或是絕緣不良 老舊 這個占了大概四十一趴 另外當然還有所謂的天災 另外最後最少的一塊就是用戶 用戶它的設備壞掉 有時候會造成整個區域的 小部分的停電 所以大概是這個四個因素 針對佔比八成以上的這兩塊 台電在前五年 從107到11 我們推了一個配電系統強韌計畫 我們編了162.5億 從今年開始 我們又編了五年的 叫做配電系統的升級計畫 又編了335億左右 我們希望說 將我們一萬條潰線的配電線 全部給它引進自動化 以前的開關 在現場的開關 必須人跑到現場去操作它 幫你把故障的地方隔開 好的地方先送電 以後都不用 所以有故障的點 在辦公室就可以先給它切離 讓用戶馬上就復電了 停電時間縮到最短 另外一個就是便電所的設備 早期的便電所大家會看到說 一片都是所有的裸露的設備 我們現在都把它換成 整個是絕緣的 縱然有動物進去 或是有外物 像平息放天燈啊 跑進去它都不會怎麼樣 另外一個當然是引進智慧化 便電所所有的事故情形 它都能夠紀錄 這幾年再做了一個重大工作 把我們的設備 盡量給它包皮 像佩田先給它包皮 讓它全面能夠背負草 我們開外一些包覆的材料 背負線啊 背負罩啊 利用人去把它包起來 讓動物端爬過去的時候 也希望它能夠安好的 電線乾是一個動物樂園 它不會感電 其實大概每一年做的 大概都兩萬點以上 但是我們它電線乾有三百二十萬根 量太大了 你每年做個幾萬根 事實上也是要一段時間 來逐步完成 其實最困難的 當然還是地下化 大部分人都喜歡地下化 買一買也看不到 景觀又漂亮 其實地下化大家想 因為台灣的道路的建設 以前沒有去預留說 你要電線 要埋在地下的一些空間 再來就是 所謂的地下化 是必須將變壓器 本來掛在電線乾上 其實是擺在馬路邊 它不是就不見了 馬路邊常常就放在誰家的門口的問題 如果放在你家門口 希望你同意 常常去協調這一些 都是最大的困難 但是我也強調一點 地下化的費用是 架空大概12倍到15倍 所以一定要去綜合考量 但是我們大概也希望說 停電的次數 能夠每年再降百分之九 停電的時間 每年都降0.05分鐘 每一幅 如果家裡有遇到停電事故 趕快電話通知我們1911 我們會最快的時間去幫你付電 其實每一電的時候 台電比誰都急 這一點真的請國人要體諒 耐心等候 台電一定會盡速去給大家搶修 提供最好的供電品質